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結果 這些錢呢 我們今天知道是我們老公朋友的錢 三大基金 為外來操作 包括勞保 還有勞退 竟然 台台三個月的時間 可以產賠兩億元 這到底 什麼樣的無鬼搬運法 怎麼搬走勞工的血汗錢呢 政府是怎麼監督的 不用人負責嗎 我們今天來看 包括了行政處分 說有基金被停權五年 包括這些明星級的這些基金經理人 被停牌了 不過這樣子就夠了嗎 我們這幾天都在看 國家越來越無錢 經濟成長率 連續第九度來調降 不過我們看到 馬總統和政府趕完 把國家摸到這樣 但是沒有更新鮮 現在 另外委員 九項的補助的部分 不是讓我們做成的決議是說 美法人全刪 但是所有福利制度 通通都要檢討 今天晚上 朝野協商最新結果 立委補助費 每個人刪了86萬元 你覺得這樣的結論可不可以接受呢 它可以累積未來改革的動能嗎 包括立委如果敢砍自己的話 接下來包括監察委員福利這麼多 要不要也砍 包括了地方首長 向中央部會有所謂的特別費 包括馬總統的國務記要費 要不要一併來檢討 今天黃帝允律師控告馬英九總統 也有涉及財產來源不明罪 因為呢 算算說他如果很多的薪水 有關一半 還算起來 有多少三百多萬 從哪裡來呢 總統府 今天有發布新聞稿 我們稍後讓觀眾朋友看 終於有回應了 但是呢 真的有回應嗎 馬總統已經決定要交代他過去這段時間 所謂的捐出薪水一半捐到哪裡去嗎 我們稍後一一為您分析 因為他痛批在野黨混淆視聽製造社會的紛亂 稍後聽聽看他怎麼說 不過馬總統口口聲聲都說反彈到底 今天再度爆發就是台鐵 台鐵高官集體接受性招待 又是個集體犯罪 為什麼馬總統連任以來一連串 就發生了幾關 已經一世了 包括像是這個刑事局的主秘啦 都是這樣 集體性的犯罪結構 為什麼馬總統現在越大越大呢 好 來一一為您分析 今天為您邀請到幾位特別來賓 包括前時報週刊總編輯吳國動 還有呢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蔡奇昌 以及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楊石秋 還有立法委員李俊毅 以及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徐又明老師 還有呢 政治評論員陳振榮 在我們現場 以及台南市議員王定宇 好 我們首先第一則報道 就來看 攸關的是900多萬勞工權益的 勞保跟勞退基金 經傳遭人頭炒股 而且一斷股票三禮拜 可以慘賠超過兩億元 勞保勞退基金委託安泰投信 得勝安聯操盤 其中安泰副總謝清良涉嫌人頭炒股 買進太陽能公司銀鎮股票 短短三週虧了兩億元 代操產賠苦的卻是全民買單 所謂的四大基金 就是勞委會旗下的勞退勞保基金 還有隸屬全序部的退府和交通部的郵厨基金 透過代操買賣 但幣案連連 銀鎮兩億只是小case 中環虧最多70億 日月光也賠了30億 銀鎮公司當初掛牌價是每股185元 但是經過五個交易日後卻飆到562塊 也傳出幫忙代操政府基金的公司副總 趁機海撈5400萬 只有股價跌回300塊 全民因此虧了2億元 當年四個月股價飆了580% 現在卻連50元都不到 這家銀鎮玉順最初只擁有30名員工 前身隸屬於漢唐集成公司裡面的 一個小部門 漢唐集成董事長王彥群面無表情下車 這是今年四月被檢調查出 董落涉嫌掏空 今年七月檢調又查到 現任銀鎮玉順董事長陳友安 一樣涉嫌掏空內線交易 還有更多未爆彈 但無良的投信業者 竟然只要賠1%的賠償 問問誰該負責 官員一個推一個 把謝副總理解職 這個儲分是屬於 這個委託的基金 跟這個投信基金 依當他的契約規定去處理 資訊不透明 財政部金管會必中就輕 難道要全民納稅人 只能自認倒楣 來我請教師齊稱 看起來無鬼搬運法好像滿成功的 可是我們勞工朋友當的冤大頭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我跟大家講 這個都是勞工的血汗錢 我想很多朋友不知道 到底什麼叫做無鬼搬運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圖 讓大家了解 各位勞工朋友也好 各位軍公教的朋友也好 你們的退休金或者你們的勞保 基本上政府會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政府自己抄 一個部分就是委外 比我投信來代曹 那今天發生這個營證這個股票 主要就是這個安泰投信 他們出現在 出總控的就是安泰投信 安泰投信有一個高階主管性 謝 他是這個安泰投信的副總 安泰投信的副總 他自己一方面用人頭 在營證公司在新貴的時候 他就低的大概七八十塊左右的價格 他就買了一堆的營證股票 買了一堆營證股票 那營證股票後來就上櫃 他的價格是一百八十五塊 這一家股票在短短的五天當中 從八十五塊漲到五百六十 一百八十五塊漲到五百六十二塊 那同時我們剛剛講過 因為他得了 他去廟建戶的這個政府基金 所以他手上有勞保勞退有退府 那這些政府的基金呢 在高價也就是在營證公司 股票被拉抬炒高的時候 去買了這個營證 換言之一定程度都是薛副總 他自己的錢用人頭去買 低價買 然後呢用政府的錢去把這個股價 買高拉高啦 所以說在這樣一個情況底下 後來導致政府基金 已經在這樣的狀況下套牢 最後暴跌 因為營證公司啊 現在這個跌到剩下五十塊不到 但市長不要講現在啦 這家公司啊 在上漲五天五百多塊之後 立刻下跌二十幾天暴跌 跌到這個兩百多塊 所以呢這個暴跌 就導致我們的基金慘賠 好 那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我覺得政府基金啊 一方面他買了很多的股票 我覺得買不到股票 我覺得不應該非議啦 因為基金經理人也不是行啦 他不可能買了他每一支都會漲 但重點是不應該出現有五幣的情況 這樣的做法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不肖的基金經理人 一手用自己的錢先買了低價買 然後另外一支手用政府的這些 用勞工用軍公教的退休金的錢 去高價替自己的股票拉抬 或者替自己的股票護盤 我覺得這個就是掏空所謂的 這些勞工或軍公教的勞本 他們的這個退休金 我必須要講這個損失有多嚴重 我簡單做了一個表各位知道 光一檔營證公司 勞保基金在這一檔營證公司裡面 他這一檔就虧了一億六千萬 勞退虧了一億 軍公教退伏今天公佈了 這昨天的沒有公佈 今天虧了六百多萬 虧了六百多萬 光營證一檔股票 這樣加起來就撩兩億多 只有一支股票這支就撩兩億多 那跟這個謝副總這個人有關係 因為他是負責這個操盤的人 跟他有直接有關係 一個就虧五千四 一個就虧一千三百萬 這個都是人民的血汗錢 這個都是軍公教朋友 勞工朋友的血汗錢 我們必須要講 今天大家在談 所有政府基金都虧損 所有政府基金都要破產了 面對都要破產 我們的政府只告訴我們三招 第一招就是多腳 要勞工或軍公教朋友多腳 第二招就是什麼 少靈 這樣比較少 第三招就是什麼 你比較晚退休 晚退休 我們政府要從人民的口袋 要從勞工 從軍公教朋友的口袋 再多拿錢來當保費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應該先檢討 如果一個政府 他委外代操的基金 類似像營證這樣的一個公司 你不要出力 你簡直就是什麼 你簡直就是口袋破一個洞 然後錢落就一直落 然後你一直要從人民的口袋拿錢 你所有要從人民的口袋拿錢 你應該先檢討自己 你的基金類似這種舞弊 那種舞鬼搬運的狀況 到底有多少家 你應該做全面的清查 不只這樣子 我在節目當中 在小燕這裡 我也秀過這個表 這個叫做政府的基金的 操作績效 操作績效 你看 這裡面 用十年長期來看 我們不分藍綠不分政黨 用長期的角度來看這個基金 在這邊投資績效 我先看 大家先看台股 台股這十年來 你都免金股票 你都沒什麼厲害 你就直接買那個ETF 台灣50 那就是免金股 那就是 跟台灣的所有的股票 綁在一起的 跟台灣的指數綁在一起的 你平均報酬力還有7.23 你看我們的政府基金 最高也不過3 沒有一家超過3的 最高也不過3 簡單說 我們搞了老半天 還不如這個台股 人家國外 加州退休的人基金 是6.25 績效不好 績效不好加上舞弊 六更要怎樣 我們的公務人員 我們的軍公交人員 退休金要怎樣 所以改革 要說這個可以 你要讓大家多繳保費 晚退休少領 你先從你自己政府的角色先做好 大家交錢給你 每一個勞工朋友 每一個軍公交朋友 每一個軍公交朋友 把他的錢 交給你來操作管理 你如果沒有 散盡一個管理人的責任 散盡一個幫勞工朋友 顧他們退休的老本的角色來講 這樣的政府是不合格的 而且我要講 這個案子為什麼拖這麼久才公佈 大家有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我常常在講 這些政府基金都是搞神秘 一路從退休 特別是退休我覺得最嚴重 都搞神秘 我們大家 所有的電視機朋友 你都買過基金 你的基金 手上持有哪些持股 你的基金 每一個月的績效怎麼樣 欸 他不等網站公告 又嚇壞給你 我們的政府基金老是搞神秘 我們的政府基金總是不願意 公開透明的把資訊做揭露 今天這個案子 有人告訴我 私底下告訴我說 如果不是我揭露 他們打算私了 就是說 直接找那個投信公司 不然你們錢賠一賠就好了 錢賠一賠就要尊重 所以 這樣的狀況就會導致什麼 惡性循環 所有的投信公司 他們的卵母 你抓到水抓到 反正我自己私了就好了 這都要揭露 你不揭露今天這些惡職 不良 不肖的基金經理人 或不肖的投信公司 他們永遠是什麼 他就不在怕你嘛 對他來說 背你幾百萬 對他來講小Case 他是什麼 他一檔基金是幾十億 甚至幾百億在處理的 他哪有差到你 背一雙錢給你 所以你只有怎麼樣 你只有揭露 讓那些不良的基金經理 不良的投信 他很怕他的傷慾受損 你把它揭露 你看某一間公司 亂母亂來 把政府把勞工的錢 把軍公交朋友的錢 這樣亂母 他才會怕嘛 才會產生惡阻作用 大家不要忘記 這些投信公司 他不只抄政府的 他自己也發行基金 賣給所有的社會大眾 所以這些公司 如果有出現這種不好的狀況 這些不肖投信 出現不好的狀況的時候 對他來講 生育會有受影響 所以政府如果你不揭露 你老是要把基金 撥到心心比比 搞得好像 哇 大家都不知道 你就讓大家懷疑嘛 你就讓大家猜 是不是你的錢拿來護盤 是不是還有多少這種 這種不肖的這種基金 其實我跟大家講 我今天就要求要全面清查 你覺得只有這樣嗎 我個人覺得不只只有這樣 就像我上一次 以前我們在節目中 小軍也問過 我也跟大家講過 有那種說 一間同一家投信 他標到兩個政府基金 結果幾乎在同一個價位 同一個時間 對同一檔股票 A基金買 B基金賣 到小間有這個事情 到底你這間投信公司 是看好舉例 假設台積電來講 兩 同一家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價位 兩個 同一家投信 對台積電這個股票 一個基金的人看好 買 一個基金的人看壞 賣 到底什麼意思 在業界的人都清楚 這就是只要拚料 有交易量就可以抽養 就可以拿公司 從證券商 從耗子裡面拿公司 這個現象要不要檢討 這個現象有沒有這種事情存在 存在的狀況多嚴重 我都還在等我們政府基金的答案 我今天要質詢 我在等他的答案 他都要告訴我 如果不善盡一個管理人的職務 老實講 基金績效老是這麼低 我覺得中華民國的所有的軍公教人員 所有的勞工 你只要叫他們口袋拿錢 大家不要小看 我們政府基金在民國一百年 所有的政府這些退休基金加起來 我們就已經超過兩兆了 我跟大家講 我們的政府基金如果績效多一%就好 每一年多賺一%是兩百億 一年多賺兩百億 多一%我沒有要求很困難 多一% 多兩百億 各位試想想看 我們如果能夠從這個地方 大家把績效拉高一點 那不就大家可以勞工朋友 軍工教朋友 你就可以掃繳一點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 要改革這個東西 要從政府開始做起 你幾乎把政府 散盡一個管理人的職務的責任 才有辦法真正真 拿軍公告 拿勞工 顧他們的勞本 來 徐老師 看到這樣一個操盤結果 今天我沒有看到有人 為這個事情負責 投信的部分有被停權 包括基金經理人被停牌 可是沒有人負責下台 如果按照 我們手中也有一份 這是金周刊 金周刊在去年的報道 你看這個時間 2011年的10月12號 基金經理人任養上櫃 脫手賺暴利 當時點出就是這個太陽能股票 贏政贏順 這個剛剛齊昌特別講到說 如果不是他在立法院 問了老委會去揭發這個事實 看起來政府想要私了 這是兩年前所引爆的地雷股 竟然兩年之後的今天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政府要我們繳錢 根本沒有道理 來 徐老師 為什麼要私了 小羽你問到重點 私了的話就沒有責任 這個事情就沒有發生了 就算安太賠了一點錢給你 有沒有人需要負責任 其實最重要是勞退勞保 退府的管理的人 要不要負起責任來 我覺得立委以後在立法院要追 小羽我覺得這只是冰山的一角 記不記得 那時候金融海嘯的時候 一年虧200億 真的是因為金融海嘯虧掉了嗎 有沒有這種已經跌了 然後為了去護盤 人民的錢不是錢 放在基金經理人手上 這個錢不知道從哪裡來 很好用 你虧200億 剛才講那個副總賺多少 賺5000萬 我真的懷疑只有他在賺嗎 Twin只有一支嗎 有沒有黨營試驗在裡面 有沒有其他人頭在裡面 搞不好這兩億 不知道有誰分去 之前跟勞工講什麼 牛肉麵不要吃了 吃什麼 吃養春麵 勞工還覺得是不是我的錯 是不是我賺太少 是不是我太早退休了 對不對 是我平常錢交太少 小羽現在看起來不是 這個牛肉麵 牛肉有人拿去BBQ了 有人吃了 我現在懷疑官員有沒有份 今天如果基金績這麼差 官員不處分 官員不用負責任嗎 小英剛才講 那檔股票跌多少 兩週狂跌對不對 難道這些官員沒有拿到旅破嗎 難道官員不看盤嗎 看到這個盤不會覺得說 我們不是買這個嗎 那這個怎麼在跌呢 這些東西我不相信 負責管理的官員不知道 我覺得這已經要追 股市起起伏伏 剛還在問這個鄭齊惠 我要問的是 那退府的 退府的還 退府 負責退府的 這個張齊惠 這個還是負 以前負責國民黨黨產的耶 抄國民黨黨產 一年賺幾十億耶 那抄退府竟然會虧耶 小英我很懷疑 怎麼可能有了可能發生這樣的事 我覺得這才是最神秘的 錢跑到那裡去了 不見了 然後叫勞工負責 剛才講一趴兩百億對不對 兩百億 那今年就可以發什麼 退休人員什麼 慰問金啊 兩百億多賺 如果真的跟台股那樣 從三趴到七趴 四趴的話多少 八百億耶 那我們真的需要 18趴都夠了 對啊 不只18趴 我們不需要晚退休 我們不需要多繳這個什麼 費率 我們也不需要晚拿 小英我覺得這些很嚴重 我覺得齊昌追得好 今天把很多事情突破 這不是勞工的問題 這也不是軍工教人員的問題 這是這個政府的問題 勞工朋友你如果聽到 你會很心疼 維新妹 剛剛齊昌特別提到說 他在上櫃的時候是186塊錢 一張股票差不多18萬 最高拉到562 等於說一張股票拉到56萬 你知道他今天首盤多少錢嗎 41塊錢 這是今天3628銀鎮 今天收盤41.05 這個呢 如果按照這一張 變4萬塊 它的最高點呢 進戶最高點 如果去承接 是500多塊錢 500多塊錢呢 50幾萬 減掉現在4萬塊 等於說你每進戶 每買一張 至少虧多少 50萬喔 100點多少 5千多萬耶 政府是這樣在操盤啊 問題是這是我們勞工的血汗 來楊大哥 可以這樣子做嗎 而且呢 監督機制在哪裡 現在看起來 如果沒有其中的揭發 當作穿過水無痕 可以這樣子啊 我想中華民國民意代表 我有一個很特殊的經歷 我大概是中華民國民意代表 到保險公司 和到證券行演講最多的民意代表 加起來大概前後 大概有一千場左右 所以我對這個市場大概有點小小的研究 我覺得像這次整個的過程當中啊 我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 政府是一個呆子 這是個呆子的政府 德國股神啊 叫Costorani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他最喜歡到證券市場 他說因為他到證券市場非常有優越感 因為那裡是呆子最集中的地方 因為買證券都知道巴爾法則 就是20%的會賺 80%的會賠 那就是散戶 我們今天政府所表現的就是標準 被那些所謂炒手養套殺的散戶 這是不可思議的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其實各位要了解 像這種基金要操作的股票 基本上來講 古城巴菲特講過一句最有名的話 他說他買的股票坦白講 就只掌握了一個原則 We simply tend to be fearful when others are greedy and only to be fearful 怎麼樣 就是別人恐懼的時候 你要進場在低點 政府今天扮演角色其實穩定 We simply tend to be fearful when others are greedy and to be greedy onl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在別人怎麼樣 貪爛的時候你要恐懼 別人恐懼你要貪爛 這是股市的一個最基本原則 所以他就是最基本的原則 成為今天的股神 他所有的股票 他不懂的不碰 股本小的不碰 新興的股票不碰 你要知道政府基金不能碰中股票 那這一次全部都違反這個原則 這一種完全違反這個最基本的 叫股市ABC 這叫common sense 這不是任何一個人 他還不是逢地去承接 他是高檔裡去買 而且這個股票完全違法 所有基金應該操作的一個原則 第一個 它股本非常小 你這樣要閃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閃 它成交量會很小 第二個在新貴來講的話 我們發現太多新貴的股票 不敢說全部 有一部分的新貴股票 為了炒作墊高本益比 在前面製造假交易 我想最近製作了太多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膽敢去買這種 幾乎人盡皆知 在中國大陸大量製造太陽人之後 把整個太陽人市場和LED市場 和低潤市場全部打垮的產業 你敢進去這種市場 而且它資本額各位很清楚 不到5億的資本額 這種東西你要跑都跑不掉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一個基金經理人 他很明顯的就是 把你當作那80%的呆子在殺你 這個經濟人坦白講 我們今天看所有的金融風暴 你看索羅斯在1997年 所製造的金融風暴 他是炒作匯率 他炒作泰國的匯率 泰幣他賺到了 可是在怎麼樣 在炒打擊香港的港幣的時候 他賠到了 基本上這種大咖在玩的時候 你大概在能夠賠的 賺的是以匯率為主 像霸凌最後這個全世界的百年的老店 倒掉了 被一個金融員 他炒作日幣的匯率 三年前香港的國家兄弟 他出在哪裡 他炒澳幣 後來澳幣突然貶值 最近又升回來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是針對貨幣的匯率 可是像這種來講 這真的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一個基金經理人 怎麼會碰這種股票 你今天全值股 是所有基金經理人坦白講 第一個全值股 你台灣50 你這樣講我有個疑問 政府現在遇到 如果是個詐騙集團 那政府自己呢 政府本身是一個 現在政府快變成了詐騙集團 結果詐騙集團 又被這個金光黨給A走了 這是荒唐到幾點 政府絕對鬼是笨蛋 小政府請問你 這個政府是呆字嗎 絕對不是啊 楊石雄議員 講得頭頭是頭 對股票這個講頭 雖然說我不是做股票 我聽得也是同意 政府也不知道嗎 講了半天這個政府是呆字啊 如果說不資訊不透明 這樣也能上下起手 他是呆字啊 呆子要破除呆子就是要 公開透明最重要 是冰山之一角 我們今天要要求立法委員 是什麼人在監督這個 有什麼組織嗎 這個組織是合法務 你委託外面的人 有什麼法言嗎 你這個整盤拿出來看 不是說你插股票 股票當然有去有路啊 但是為什麼 只在插股票而已而已 大家都知道閉嘆在一家裡 這個政府才是空的嗎 我記得沒多久 世帆拿財政困難的時候 八十幾個時候 起了空間 發了一句口號說 錢沒少啦 差太多啦 錢沒有少是賊太多啦 為什麼要抓 到底政府裡面唱什麼 什麼招牌的 什麼關心狂狂 怎麼狂狂 大家剛才看 這個營證是不夠 是給他損失這點而已而已 但是他埋的那頂頭 會得這麼大空 如果你如果不去看 那空是什麼東西 只要給他看這點 營證這個股票而已 這樣看不準 我很害怕 蔡其昌委員繼續下去 為什麼很多年 這是怎麼運作 是怎麼炒盤的 這個感動委員會是什麼人 到底有什麼人在感動 為什麼會為外 你講給大家都聽啊 大家都不可以了解啊 來 我們休息便客 這個事情真的不需要有政府官員 因此下台負責嗎 馬上再回來 我們會沒有帶過來 你真正好